各位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25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我是兴风 备受关注的20永媒SCP-003债务违约事件 终于有了初步结果 昨天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揭晓 持有人同意发行人先兑付一半本金 剩余本金斩期270天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周末金融伪发生之后 各地陆续释放了积极信号 信用债市场止跌回暖 苏宁易购 集中能源等发行人的存续债券 在24日有所反弹 20永媒SCP-003的主城销商 光大银行和中原银行于23号晚 组织召开了本次持有人会议 此次持有人会议备受关注 不仅是因为发行人方面提出了最新的偿债方案 更加是试惯20永媒SCP-003违约 是否会触发永城煤电机器母公司河南能源 大量存续债交叉违约 公司存续公开债务融资工具中 均设置了交叉保护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约定 20永媒SCP-003此次违约金额 已经达到了触发条件 交叉保护条款触发后 给予发行人10个工作日的宽限期 从10号发生违约算起 永城煤电需要在24号之前 取得20永媒SCP-003违约豁免 否则永城煤电及河南能源 各自上百亿元的其他债券 将一并违约加速到期 24号20永媒SCP-003主乘销商 发布的公告显示 持有人会议议案均获得通过 持有人同意发行人 先行兑付50%的本金 剩余本金展期270天 展期期间利率保持不变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并且豁免20永媒SCP-003违约 有债券市场人士透露 永城煤电已经于24号中午前 将20永媒SCP-003 50%的兑付本金 也就是5亿元支付至 主乘销商的监管户口 不过有市场人士提醒 前述议案获得通过 是为了避免进一步交叉违约 争取时间 永城煤电23号晚间公告显示 20永媒SCP-004和20永媒SCP-007 均未能安期足额兑付 再次触发存续债券的交叉保护条款 后面还得继续谈 Win的数据显示 截至至24号 永城煤电上有存续债券21支 本金总额214.1亿元 河南能源上有存续债券20支 本金总额255.3亿元 24号晚间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消息显示 永城煤电涉嫌违法违规线索 已经被移送至证券监管管理部门 同时交易商协会在调查中还发现 其母公司玉能化集团 也涉嫌存在相关的违规行为 已经对其启动了自律调查 受到永媒债券事件影响 24号信用债市场表现继续分化 苏宁易购、济中能源等发债主体的存续债 继续上涨 河南能源清华控股相关的存续债则在下跌 截至24号的晚上7点半 要求预能化PPN004最新成交净价跌破6元 报5.94元 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今天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 发表了长篇署名文章 题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详细解读了其背景、内涵以及实施路径 此次发文对于十四五 尤其是明年的经济发展 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刘鹤在文中重申 中国重视国内市场以及科技自主创新 并不意味着要切断与世界的联系 国内大循环战略侧重扩大内需 扩大消费、刺激产业升级 让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形成自我循环 并且推动本土的科技创新 有人怀疑这是中国要减少与外界互动的信号 但是刘鹤强调 国内大循环绝对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 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 更不可能是什么都自己做 要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 中国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 通过强化开放合作 更加紧密的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 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可以说推动双循环 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他还说 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来看 国内循环是基础 两者是统一体 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 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的基础 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 依托国内大循环 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 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 北京一直以来都承诺 会对外商提供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广阔的营商环境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进入中国 上海美国商会今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即使在中美贸易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美国商会92%的会员公司都表示不会离开中国 同时中国里利用巨大的市场诱惑 令一些国家服从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要求 例如当澳大利亚在人权问题 以及关于新冠源头问题上 触怒了北京之后 北京限制了澳大利亚 从酒类至煤炭的各类商品的进口 中国既想要减少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 又想要增加国际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 这也引起了外界的一些不满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白宫正在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一个非正式联盟 目的就是当中国利用大国优势在贸易方面施压的时候 他们可以连起手来 但是拜登政府即将上台 这一联盟能否形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来看备受关注的孙大午案 两周前警方拘留了民营企业家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始人孙大午 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和大午集团的其他几名高管 孙大午及大午集团此前因为一场长期的土地纠纷 与中国保定的一家国营农场发生公开冲突 据消息人士最新从孙大午家属处获悉 警方于近日拒绝了孙大午的妻子刘慧如 递交的变更刑事措施的申请 这意味着刘慧如将无法被取保候审 通知书显示拒绝理由为 警方认为刘慧如可能会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 另外据公开消息透露 孙大午的大儿媳张元和二儿媳马小成 以及大午集团财务主管卢志英 均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 根据公众号大白财经 从孙大午亲属处获得的一份 11月21日由高碑电视公安局签发的 高碑电视公安局不予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显示 刘慧如出生于1953年10月13日 于2020年11月20日申请对已被刑事拘留的 犯罪嫌疑人刘慧如变更强制措施 声明指经审查我局认为刘慧如有可能毁灭 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97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变更强制措施 孙大午亲属透露称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陈律师 是孙妻刘慧如的代理律师 上周五也就是10月20日 向警方递交了变更刑事措施申请 主要考虑到刘慧如今年已经67岁了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可谓是年事已高疾病缠身 同时刘慧如不参与大午集团的决策和经营 不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更不涉及暴力性犯罪 也不属于其他不能够取保候审的情况 但是11月23日家属收到了 不能变更强制措施的通知书 另有接近大午集团高层的工作人员表示 孙大午的儿媳张元 是大午集团下属的大午小学的校长 因为提供了银行卡 用于走账 也被牵扯到非息案中 孙大午的儿媳马晓成 是酒夜公司的副经理 连同大午集团的财务主管卢志英 三个人的屈留通知书都显示 涉嫌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刑法第176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捞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此前 孙大午曾经在2003年 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到1.8亿元 因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收押 最终 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罚金10万元 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30万元 此案当时引起了中国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本次的案件和2003年的案件并无关系 今年11月11日 河北省高碑电视公安局官方微信 发布警情通报 说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 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 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的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相关报导指当日子时时分 河北宝电视采取了异地用警 对大午集团相关人员采取了集体刑事强制措施 有接近大午集团的消息人士透露 当时抓了28人 几乎都是集团高层和孙大午的至亲 最后有5人放了出来 当晚被警方控制的除了孙大午之外 还有他的妻子刘慧如 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 其中大儿子孙萌是集团董事长 二儿子孙福硕是集团的副总经理 酒业公司的总经理 该事件再次引发了 有关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领域主导权的争论 孙大午因为在网上为农民和农村企业发声 而受到关注 他被拘留一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掀起了波澜 也让中国的法律界和商界的许多人士感到不安 一些人表示 这一事件凸显了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的脆弱的生存状态 尤其是在遭到国家支持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笔名小灰的作者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一个危险的先例开始了 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 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全面接管 文中还称 这个冬天里 全国企业家们都一定在关注着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命运 这篇评论在微信社交媒体上热传浏览量超过10万次 一些中国的律师表示 尽管习近平承诺加强法治 并且为私营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支持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干预商业纠纷 偏向国有企业 比如使用法律的手段 向私营部门竞争的对手施压 此案在律师中也引发了 关于政府控制孙大午的企业是否越权的辩论 与此案无关的北京律师刘昌松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对公司采取法律手段和措施 那得看公司本身是否违法和犯罪 而不能认为孙大午犯了事 就可以对他的公司采取任何措施 因为他们是连提的 另外来看关于汽车企业的消息 今天第一财经报道 从车企的内部人士处获得了一份文件显示 国家发改委在最近下发了 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 及项目情况调查的通知 要求各地发改委在11月18日之前 向国家发改委产业司上报各地新能源汽车的投资情况 根据通知的内容 此次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的调查工作 具体包括地方相关部门提供本地区 2015年以来核准或者备案的 新建纯电动汽车的项目情况 建设进展以及年度生产情况等 地方的相关部门要提供本地区 2019年至2020年现有汽车企业 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生产运营 以及在建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备案情况等 同时在其中第三项需要地方相关部门 提供本地区纯电动汽车项目规划 和招商引资的情况中 通知特别点名了恒大和宝能等企业 要求详细报告 2017年以来在当地投资 和拟投资建设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项目情况 包括要上报土地占用 建设内容 项目进展 完成投资等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发改委调查能源汽车投资情况的文件 发改委的相关人士表示 这件事正在落实 现在还不方便讲 国家从2009年开始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 并且从2010年开始提供财政补贴 在补贴及配套政策的推动下 新能源造车大潮也顺势而来 在这个过程中 造车新势力阵营出现了不少家电和地产界的跨界玩家 事实上早在2017年 相关部门就曾经排查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情况 根据中国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至2017年6月底 国内落地的新能源整车项目超过200个 相关投资金额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各类车企已经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 超过2000万辆 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设定目标的10倍 不久前 宝能汽车自建的陕西工厂正式投产 按照规划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宝能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 新建的多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就已经陆续建成 其中广州、杭州、昆明和西咸新区的 四大造车基地占地面积分别为 423亩、3000亩、6318亩和2687亩 面积总计12428亩 规划的产能也高达230万辆车每年 11月12日 恒大汽车宣布其上海、广州两大基地 也已经全面启动了试生产调试 恒大汽车表示 恒大还将在全球布局多个高标准的生产基地 计划到2025年实现首期规划总产能 每年100万辆 受到消息影响 港股恒大汽车今日股价出现跳水 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0% 截止至11月25日收盘 恒大汽车最终报22.8港元美股下跌5% 最后来看关于华为的消息 面对美国的禁令 华为近日动作频频 先是出售旗下的品牌荣耀以求生存 最近又传出 华为已经积极向供应商采购4G的芯片 与零组件 有报道指 华为可能最快在明年春节前后 推出全新的4G手机 受到美国科技围堵禁令的打击 华为的高阶手机业务受到重创 日前先是出售旗下的中低阶手机品牌荣耀 判借此躲过美方的制裁 近期则通知供应商将重新采购 镜头4G芯片等手机的零件 重启4G手机生产的意图明确 一名华为供应商相关人员的说法称 华为新的4G手机订单 已经陆续开始准备接单 不过目前都是少量下单 具体的订单数量还没有办法预估 不过这名人士透露 按照市场订单出货的节奏 现阶段接到的订单保守估计 在明年上半年可以出货 如果计划不会拖延的话 最快在春节前后就能够出货 不过报道指出 对于重启4G手机制造的传言 华为的官方并没有直接的证实 本月中美国半导体公司高通 正式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许可 可以向华为出售4G的手机芯片 不受美国对华为实施的贸易限制禁令 高通对于和华为重启4G芯片合作的态度积极 高通第四季度财报中也显示 已经收到了华为支付的18亿美元的专利费用 这次获得许可后 有望加大华为在4G手机上的供货能力 因为无法顺利取得芯片 华为手机的销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重启4G手机的生产并不令人意外 而且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 因为现阶段只能够生产4G手机 所以必须要巩固好这部分的市场 才能思考接下来如何反供 虽然目前中国国内的新手机 有一半以上支持5G 但是4G手机也并非没有市场 中国5G已经全面商转 但是在真正的杀手机的应用出现之前 4G手机相信仍然有不少的使用者 在亚太 中东 非洲等多个地区 4G手机仍然是主流 或许这也是华为4G手机更看重的市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